谢谢 现在冷静了吗 没事 你知道 在婚姻关系中 最荒谬的是什么 就是做错事情的 明明是出轨的那一方 但是被出轨的那一方 却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 被迫接受他人的同情 我不会说什么 别人的话不重要之类的话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所认识的灵霜 不需要将自己 和任何男人绑地 也不需要 灵霜之外的任何身份 因为他已经足够耀眼 如果不喜欢被同情的话 那么就请振作起来 让大家见识见识 身为强者的灵霜 是什么样子